Please listen carefully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兰尼克 在休息了一周之后呢 我们这周又继续的 开始报这个这周新闻 首先呢 这个最近国内的赛车运动 似乎相当的受到关注 那除了力保试车场之外呢 之前高雄也说要办这个直线加速赛 不只如此 我们在台北竟然要在凯道上面 要举办这个金卡纳 虽然呢 这个主打是所谓的庶民赛车 但是金卡纳事实上 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消费门槛 所以说其实赛车运动 并不是一个 所谓的庶民运动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这个我们国内的车手啊 也要代表台湾啊 就是所谓的中华台北 要到这个意大利去参加 这个Lamborghini GD级别赛事的这个赛车啊 那我们国内呢 将会派出这个 陈亦凡与林伯亨 两位这个车手 那这也是整个国际赛事圈中呢 少见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一个组合 这个比赛呢 它除了实际的赛车呢 它也包含了电竞 还有一些甩尾 一些不同的一个项目 所以说这个也是 如果想要支持赛车运动的 这个观众朋友呢 也可以持续的关注 我们后续的一个报道 另外国内也有发表了许多的车款 首先是BMW X1的部分呢 进了一个小改后的发表 那虽然除了这个水箱护罩 进行一个家族化的一个统一设计之外呢 其他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维持原来的一个设计 小改后的这个价格呢 是从185万到209万 总共有这个E8i跟20i两种车型 而另外 拿下欧洲年度风云车 殊荣的这个JUGGER I-PACE 也终于引进了国内 价格呢 是这个EV400S的话是333万元 而另外EV400HSE是377万元 总共有两个规格等距离 我个人是还没有试到车 但是在我看到这个同业的 这个试驾的回馈上面呢 我似乎有许多正面的一个反馈啊 似乎大家评价都不错 我可能也会找个时间 去试一下这辆车 是不是像他们讲的真的这么厉害 台湾唯一的品牌Luggen 终于要把这个URX正式的一个发表 首先呢URX呢将会从85万8 到这个111.9万元 在这个区间带呢 将会有几个等级规格 让对于产品有信心的消费者进行选择 那当然因为有许多的策略 还有很多的因素呢 URX事实上是让大家既期待又害怕伤害 我们也很期待看到消费者的实际反应会是如何 到底是会继续的支持到底 还是就让他成为最后的一辆经典名车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这个11月2号啊 我们台湾呢将会又有一个新的 以汽车为主题的一个节目 将要正式的一个首播 这个节目名称叫做WinWin跨界大赢家 这个节目将会在这个JET综合台 一般应该是45台啦 JET综合台的礼拜六跟礼拜日的晚上10点 将会有这个类型的节目 但是你会看到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节目内容 当然主持人是由廖云廷重新回到了这个电视圈 相信许多期待看他主持节目的这些观众朋友呢 这个在周末晚上10点呢应该不会无聊了 E系列之前发表了之后呢 我也在这一周找了时间试了一下 这个全新的E系列 在这个全新模组化架构之下的E系列呢 终于不再是这个后轮驱动的一个设定 那当然许多传统的这个BMW车迷啊 应该是会相当讨厌这辆车 但是我实际试驾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相当的诡异啊 因为我是试驾的是这个M135i 这个已经是目前这个E系列里面 这个最顶级的车型 它因为这个前轴有挂这个LSD 然后再搭配它的这个X-Drive 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操控方面的这个回馈感受呢 事实上也是相当的不赖啊 你也可以把它定调成挂着BMW Logo的mini 是有点接近这样的一个操控特性 如果有机会开到这个118的话呢 118呢可能会更贴近一般的消费者 要不然M135i确实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均衡 只是它的这个售价258万 真的我想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决心跟毅力能够牵得下去啊 而这个周末呢 是这个日本东京车展正在开展 那就我们目前知道的消息呢 当然有许多日本的车款啊 就所谓的K-Car 会在这个车展上面进行一个发表 那跟我们比较有关系 而且目前知道车型呢 大概是这个MASDA MX-30 竟然是一个电池动力的车款 因为连日本车厂都开始做电动车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大条的事情 因为过去他们都只是做Hybrid 没想到他们真的也要开始做纯电动的一个车款 那当然来插花的Volvo 也把这个XC40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全车电动化 也是在这个东京车展会发表 那另外可能 可能 我只讲可能哦 可能跟我们有直接关心的这个Hotla Fit 这个全新的这个大改款车型呢 在日本发表 但是依照过去的经验呢 引进国内甚至导入国产化的这个Fit呢 应该还是以大洋洲的一个规格 来就进行国产化 那当然整体的架构呢 东京车展这边的日本规格呢 可以当做一个参考 另外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Daihatsu Coburn 竟然推出了这个GR Sport版本 其实我最好奇的是 它到底会放在Daihatsu 还是会放在Toyota的这个展示空间里面呢 因为这辆车我想国内应该很难会引进的 最后 意大利国民神车 兰吉亚 不但卖赢的这个Alfa Romeo 现在呢 在要收摊之前 竟然还可以推出这个超级限量车馆 虽然看过了所有的规格之后呢 只是改改一些小东西 然后有一个所谓的建层式的一个双色考骑 但是身为兰吉亚的车主 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辆车还没有死 兰吉亚XY不会死的 但是Daisen死了 因为他本来说坐车 但他现在不坐 因为这太难了 开始进行这一周的抽奖 上一周呢 大约三十几个人 有分享快速的抽 OK 蔡瑞宇 蔡瑞宇这位网友 看到这个影片的话 好 继续的分享影片 然后再跟我们粉丝页联络 而下一周呢 我们会抽一下这个 咖啡杯吧 这个是M-TOWN M-TOWN他们制作的一个咖啡杯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这个咖啡杯的话 也一样 记得分享这支影片 记得检查一下你的这个权限 是不是设为公开分享 我是兰尼克 我们下支影片 拜拜 咖啡杯 我看下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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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